在PTV上头这位灵性的中校医官也PO文了 他详细的描述了洪仲秋倒地 这医官吕梦颖急救的过程 而且他声称有看过监视器的录影画面 陶检这回下午两点半也约谈了林医官倒案 不过他却向检方来说 很多的过程是听人家说的 他其实没有看到画面 而现在外界就质疑了 难道是便当文的翻版吗 穿蓝色上衣头戴棒球帽低调来到陶检报道 他是国防部调查小组林维安 是陆军后勤指挥部中校医官 因为被约谈首度在媒体面前曝光 你小心你这样很危险 我讲更危险 他曾经在网络上PO文 直指看过消失的30分钟监视器画面 前方要查这画面到底是哪一段 明明查完结果没有录到洪仲秋倒地过程 但林姓医官在PTT上详细叙述 洪仲秋瀕临死亡的30分钟倒地喘气 医官给药也给氧气 这时洪仲秋开始拳打脚踢骂脏话 最特别的是这一句过程很快 录影带看得很清楚 他本人很明确地表示说 他根本没有看过录影带 而且他事后有到现场看过 录影机的角度根本也拍不到那个地方 但陶检约谈后发现 林维安声称看过的录影带似乎是个误会 让人质疑根本是便当文翻版 原本以为可以还原洪仲秋急救过程 现在似乎变成一个大乌龙 真正的陈嘉敏 吴云圈SNG小组桃园采访报道